而女成家之后,说出这几句话,是不孝父母的征兆,父母要做好准备,有些子女的不孝是早有征兆的,就好像一颗果子,不是一下就全部腐烂了,而是一点点烂掉的,如果子女有很多不孝的征兆,那你最明智的是及时止损,不要再为他们的生活无限度买单下去,顾好自己吧,从此,你是你自己晚年生活的负责人了。 儿女成家之后,说出这几句话,是不孝父母的征兆,父母要做好准备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我没空,你自己去吧,这是儿女最常见的借口。 忙于工作,忙于应酬,忙于自己的生活,却忘记了身后那双期盼的眼睛,父母曾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日夜,如今他们年老体衰,需要我们的时候。 我们却以忙碌为由,将他们推到了角落,孝顺,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,更是精神上的陪伴。 当儿女说出我没空时,父母心中的失落,或许比身体的病痛还要难以忍受。 年龄大了,身体有毛病很正常,父母年龄大了,身体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。 孝顺的子女会带着父母去医院,不懂事的子女,认为年龄大了,身体有问题很正常。 父母不能太矫情,张叔有一阵子感觉膝盖疼,让儿子带着自己上医院,儿子工作太忙,就说张叔,年龄大了,腰酸腿疼很正常,别太当回事。 张叔听了,感觉很难过,自己买膏要贴上了,膝盖疼确实是老毛病,张叔想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,其实也是,想得到儿子的关心。 结果,儿子的表现让他很失望,从那以后,他身体再有不舒服,他也不愿意跟儿子说了,父母年龄大了,安全感缺失,子女的关心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。 子女如果连父母的身体都不关心,那父母就别指望,将来自己会得到子女的善待了,子女如果有了不孝顺的预兆,父母就不要再毫无保留地为子女付出了,存好自己的钱,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这样,往年才会过得好一些。 你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,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,父母含辛茹苦,把孩子拉扯长大,好不容易盼到孩子小有成就的那天,还没有沾上孩子的一点光,就被子女嫌弃没用,觉得拖了他们的后腿。 现实中,这样的白眼狼儿女也不少,他们往往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成就,却把自己所得的一切与父母做切割,全然忘了如果没有父母的养育,根本成就不了现在的他。 有人说,一个人真正的成熟,是从接受父母的不完美开始,不论父母有钱没钱,也不论父母是否有名利地位,只因他们是生你养你的人,那么便永远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。 那是否能对自己有所帮助来衡量血缘亲情的价值,是极端自私的功利主义,也是忘恩负义的一种表现,这样的人无力不起身,见利才起早,总是把眼睛放在利得诗上,父母老了恐怕也很难指望他们。 遇到这样的子女,父母还是应趁早为自己打算,为自己晚年留一手,你不给我钱,别指望我给你养老,父母省吃俭用一辈子,多少都攒点养老钱,懂事的子女,成家以后,生活中遇到再大难处,都不会轻易跟父母张口要钱,因为,他们懂得父母的不容易,但是,也有一些子女,动辄就开口跟父母要钱,而且,要得理直气壮, 张仪的儿子,要换一辆车,让张仪给自己添点钱,张仪一问才知道,一辆车十几万,儿子只有个零头,让张仪拿十万,张仪手里有点养老钱,如果都给了儿子,他自己有个病病灾灾怎么办,所以,他考虑了一下,拒绝了儿子的要求,儿子很生气,说张仪要是不给钱,以后就别指望自己给他养老,用养老要挟,给父母要钱,这样的子女, 大概率靠不住,很多时候,靠前养老,比子女养老可靠,谁让你们管我,谁让你们管我,这句话在父母口中听起来,简直像晴天霹雳,当一个子女自认为已经离开父母独立,自由自在地做各种决定时,经常会对父母的劝导和建议,置若网闻,甚至当父母提醒他们面临的风险时, 子女仍然高傲地以谁让你们管我的口吻回应,这时,父母会认为他们的子女失去了常识和情感,变得自私自利,父母最希望的,不是你一口一个爸妈,而是你从心底里尊敬他们,孝顺父母,就要扶管,别总来打扰我的生活, 电视剧《安家中》开包子铺的老颜夫妇起早贪黑卖了一辈子包子,就是为了给儿子在上海买一套房子,好不容易拿着所有的积蓄买了房子,老两口还欣喜地以为漂泊多年,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,没成想,儿子却以不想让他们打扰自己的生活为由, 将老颜夫妇赶出了他们出钱购买的房子,最后夫妇俩无家可归,只好在包子铺中打地铺,生活中,很多子女一成了家,有了独立的生活,就翻脸不认人,急不可耐地要与父母做切割,生怕父母会掺和到新家庭的生活中来,也很少抽出功夫回家去探望父母,子女一成了家,仿佛成了发射升空的卫星,再也不见了踪影, 都说婚姻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,而是两个家庭的事,父母永远都是子女无法切断的血脉联系,不论成不成家,历不历业,孝顺父母,赡养老人都应该是子女择无旁贷的义务,不要总用怕打扰自己生活为借口,去逃避赡养父母的责任,不了解我们的生活,不要指手画脚,而女成家后,她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, 可能与父母有所不同,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误解和争议,当儿女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父母时,会给亲情关系带来隔阂和疏远,尽管儿女的生活发生了变化, 但她们仍然应该尊重和珍惜父母的意见和经验,父母在人生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, 她们的建议和关心并非无用,儿女可以试着理解她们的观点,进行开放的对话和交流,寻找共同的理解和共识, 在尊重和关心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,你们的时间过去了,随着年龄的增长, 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会产生代沟,子女开始涌向大城市寻找机会,而父母则习惯安详晚年, 这时,子女开始疏远他们的父母,对父母的生活,喜好等都不感兴趣, 有时,许多子女觉得父母已经过时,好像他们的生活不再真正属于这个时代样, 哪些老的文艺还能在音乐里转圈,哪些老的事情还能在发起地滋生,只有我们的父母。 因衰老而渐行渐远,孝顺父母就要多理解,这几句话虽然简单, 但却如同利刃,刺痛了父母的心,作为儿女,我们应该时刻警醒, 不要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不孝的征兆,孝顺父母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 也是我们为人子女的本分,我们应该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, 多陪伴他们,多倾听他们的心声,多关心他们的需求, 孝顺父母,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,更是精神上的陪伴和心灵上的慰藉,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父母的身心健康,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照顾和关心。 同时,我们也要尊重父母的意愿和选择, 不强迫他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,让他们在晚年过上幸福、安宁的生活。 此外,我们还要学会感恩,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太多, 他们的养育之恩,我们永远无法回报, 我们应该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珍惜父母的付出和牺牲, 用自己的行动去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。 总之,孝顺父母是我们为人子女的本分和责任, 我们应该时刻警醒自己, 不要让那些不负责任的话语成为我们不孝的征兆,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孝顺的美德。 让父母在晚年过上幸福、安宁的生活, 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百善孝为先, 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 现实里,有些子女注定不孝, 具体体现为父母帮自己带孩子,做家务, 他们却假装不知,从来不做表示, 而且任由父母身体垮掉, 他们都不闻不问,简直是太自私了。 总的来说,父母对待子女,总是心软的, 但有时候,心软却得不到回报, 有些子女,天生自私冷漠, 并且是白眼狼作风, 这类子女,你即便投入了金钱和时间, 也恐怕难有收获, 趁早存好自己的养老钱。 锻炼身体吧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